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四个新闻事件 第一个新闻事件 荷兰记者北京连线时遭干扰 第24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昨晚在北京落下帷幕 荷兰公共电台NOS驻京记者邓达斯 在直播连线报道冬奥时 被保安推丧驱离的画面受到舆论关注 周五晚上2月4日 邓达斯与演播室连线 直播画面可以看到 他在回答主播问题时 画面出现一名黑衣人 他一边用中文说 咱们啊 往前走 哥们儿 一边拉他 邓达斯用中文说 稍等一会儿 我现在在新闻联播 对方并没有停止推丧动作 并说 瞅我这一脑袋汗 邓达斯继续向镜头方向 播报了几句话后 被越推越远 直播只能中断 根据时代周刊报道 事发后 NOS在推特上表示 我们的记者 被安保拉离了摄像机 不幸的是 这正日益成为记者 在中国的日常现实 NOS主编格劳夫 接受荷兰美日汇报采访时表示 这段视频是中国新闻 自由状况的一个痛苦的例子 根据德国体育通讯社 SIT报道 周五晚间稍后 邓达斯又在其他地方继续了连线报道 事件也受到了国际奥委会IOC的关注 路透社报道 国际奥委会本周六表示 荷兰记者在直播过程中被安保拖走 是一个孤立事件 不会影响外国媒体对冬奥会的报道 该机构发言人亚当斯 Mark Adams表示 我们当然有和NOS保持联系 这是一个不幸的状况 我觉得有人太热心了 在当地官员的帮助下 他记者后来很快就能在镜头前进行报道工作 第二个新闻事件 谭德赛见李克强称继续查新冠病毒源头 世界卫生组织WHO负责人 谭德赛宣布说 我很高兴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会面 我们讨论了新冠病毒疫情 以及今年积极推动疫苗公平工作的必要性 以便为世界70%的人口接种疫苗 此刻 谭德赛为出席2022年冬奥会而访问北京 据谭德赛博士在推特上说 我们还讨论了加强合作的必要性 已发现基于科学和有证据的病毒起源 这是自2020年1月以来 世卫组织负责人首次访问中国 在武汉市发现首批冠状病毒患者后的几周 谭德赛曾前往中国 世卫组织的国际专家 曾于2021年1月访问武汉 称与中国同行合作 以确定病毒的来源 在2021年3月公开的一项联合调查中 他们认为该病毒极不可能来自实验室 而倾向于动物自然传染的可能性 但谭德赛博士后来批评指出 北京没有分享关于病毒的原始数据 是造成追踪新冠病毒来源的一个问题 第三个新闻事件 奥运停火不相干 中国军机继续扰台 台湾军方今天报告 中国军方今天派遣两架军机 做扰台飞行 此前昨天 中国军方军机也扰台飞行 农历春节期间 中国军机只在大连初一至初三停飞 据中央社今天报道说 大连初五 台湾空军今天下午发布中国军机动态 称一架运八反潜机 一架运八计真机 白天侵扰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 ADIES 台湾空军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 广播驱离 防空飞弹追踪监控 台湾国防部自民国2019年9月17日起 在官网即时军事动态专区发布中国军机动态 台湾国防部统计 去年10月1日共38架次中国军机扰台 同年10月2日39架次 10月3日16架次 10月4日56架次 也是国防部自公布即时军事动态以来架次最多的一次 另外 根据国防部统计 今年1月23日有39架次中国军机扰台 是今年以来数量最多的一次 第四个新闻事件 美中院通过美国竞争法全面对抗中国 众议院周五上午大致沿着政党线以222票支持 210票反对的表决结果 通过这部由国会民主党人力推的2022美国竞争法 在这部内容长达近3000页的法案最终表决通过前 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周五上午召开记者会称 美国竞争法将确保美国在制造 创新和经济实力方面保持领先地位 并能胜过任何国家 美国竞争法符合支持美国制造业和劳工的经济和国家安全首要目标 佩洛西说 根据美国竞争法内容 美国将创立美国芯片基金 拨款520亿美元 鼓励美国私营部门投资于半导体的生产等 授权450亿美元改善美国的供应链 加强制造业 防止关键物品的短缺并确保更多此类产品在美国制造 推动美国的科学研究和技术创新 以及通过经济发展 外交 人权和同盟关系 确保美国在全球的竞争力和领导地位 美国总统拜登在法案正式获得通过后发表声明表示赞扬 拜登说商界和劳工界都称赞这项立法措施 对于延续我们在过去一年中看到的经济势头至关重要 两党的国家安全领导人都表示 如果我们想要维持全球竞争优势 这项法案中的投资是必要的 众议院的美国竞争法 接下来将与参议院的美国创新与竞争法进行两院协调 两院版本最终必须达成一致协议后才能正式通过国会 送交白宫由总统签署生效 好了 今天的言归正传大新闻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我们明天再见